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一个城市它想要发展呢 当然大家都欢迎 尤其是有了高收入的工作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当你可不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既发展了经济又不要高房价呢 这个问题就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讨论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事呢 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 看一下这个最近这一两年的经济数据啊 就发现说美国的爱德华州 Boisy这个地方呢 算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典范 因为那儿的这个经济发展 过去这几年都比较快速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说失业率很低 也就是说达到了几乎是充分就业了 第三呢是高收入的工作越来越多 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一个 就是不是一个就是全是劳动密集型的这个 而且是收入比较高的这个工作 然后呢他们的教育经费拨款也增加了 原因就是政府有钱了嘛 所以他就可以拨款 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州长也好 市长也好呢 总结了两条 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这儿税收比较低 所以呢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事 对个人来说也是好事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政府 各级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比较少 所以呢他把这些东西呢 就归到一个东西叫做商业环境 就说我们州也好 我们的这个Boise这个城市也好呢 打造了一个适合于企业发展的这么一个商业环境 但是再仔细一看呢 发现在当地啊 一些居民对这个最近的这个高速的发展和高收入的工作 涌到他们的城市的来呢 有愤怒的情绪和不满的情绪了 这个蛮有意思的 但是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爱达河州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州啊平时不怎么被人提起 在美国的50个州当中呢 它算是影响比较小的 知名度呢也不是那么高 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人们一般也不会去爱达河 比如问大家 爱达河州有什么 你去旅游去看什么 对不对 可能一时马上还说不出来 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出产一种东西叫做马铃薯 它的马铃薯是全世界都有名的 它在哪呢 这个州 你这么想就知道 特别一下就明白了 就美国整个这个国家的形状 大家都知道嘛 对长得那个样子 有个像个动物有个头 对不对 它在跟加拿大接往的地方 你想美国的就是左 你拿左手指呢 左上角最角上那个州是华盛顿州 然后再往上华盛顿州 走两步进到加拿大去了 他就贴着华盛顿 也就是说从爱达河州 走两步也走进了加拿大去了 他在那 也就是说他的左手边 就是他西边呢 有美国的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 他的右手边 就是他的东边呢 有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 然后脚底下踩着是谁呢 他脚底下踩着是犹他州 和内华达州 大概知道他卡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在美国的西北角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要是从我们南加州开车 过去要开多长时间呢 差不多稍微保守一点吧 也别开那么快 大概15个小时左右 你就知道是这么一个距离 从旧金山那往上开呢 可能稍微再减这个七八个小时吧 所以啊 这个地方呢 比较受加州人的喜爱 主要就是一开始说的这个原因 就是当什么旧金山啊 洛杉矶啊 这些大城市 沙加勉舵啊什么 他的房价已经高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人们再一研究说 如果我往北边走一点的话 原来还有这么一块净土啊 还有这么一块美妙的地方 在我这儿 三四十万买不了的房子 在那儿 什么衣衫靠水 弄一个小豪宅 很多的加州人呢 在过去的这几年嘛 开始往那地方搬 搬到什么程度呢 加州人过去 搬到了在当地 产生了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的名字啊 翻译成中文不太好听 讲英文也不太好听 叫做让加州人滚回去 他们非常不喜欢加州人 我们听一听一个爱达河人 他自己是怎么说啊 就是当地的居民 对加州人的看法 如果你是从California 人们也不会在这里 20%的新居民 移民的过程来 来到新居民 来从California 而且因为很多人 都不太好 这些人 有些人也太想念了 并且想起来 你知道 你不太欢迎了 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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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多 anti-California bumper stickers 在 City of Trees than我看来 是 可能是 They should call it City of Anti-California bumper stickers 那不是说 你不太带来 你不太想移 如果你是 are from california just maybe don't tell your neighbors you're from california 对这个 boise啊是它的首府嘛这个城市呢有一个外号叫做 city of trees 就是树木之乡可是呢在这个地方你看那个汽车的贴纸啊多到比树还多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所以这个人就是当地人就开玩笑说我们这个改名 不应该叫做树木之乡应该叫做汽车贴纸之乡 因为在那些汽车贴纸上充满了侮辱加利福尼亚人的口号 我看了几个其中有一个比较狠说加利福尼亚人会把癌症带到我们这地方来 当然这个是胡说八道对不对但是就是非常的狠 然后他就说如果你真的是从加州搬来的话 你跟你的邻居只要你保密他还是欢迎你的 所以你看这个加州人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为什么他们讨厌加州人呢 因为加州的一些高收入的吧 咱们就主要指的是这个高科技行业里边的这些人呢 搬到爱荷华州呢 而且搬去成群成群的搬去之后呢 把当地的房价给炒高了 所以呢这个就对当地的民众来造成了一些这个影响了 你看不光是民众啊已经开始有这个讨厌加州移民的这个情况 其实在他们的就是竞选当中啊也体现出这种民意来了 在2020年市长选举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候选人 他提出来的口号之一竞选口号之一就是 我会设法把加州人挡在我们Boyssey之外 就是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 你想当然他可能没有当选啊 但是问题如果当选的话 他真的会提出一些阻止加州人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提啊 这个这会不会构成歧视了 各种各样的歧视 当然没有对州一个州的歧视 但是肯定会有一些官司啊 你凭什么你反对人家加州人去到这个爱荷华 所以呢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但是呢根据现在所公布的这个资料来看呢 确实加州人去了以后呢 是把当地的房价给炒高了 根据这个Zillow他们的统计呢 是说去年那Boyssey的房价比前一年增加了至少20%以上 这个呢对当地人来说速度太快了 也就是说加州人去了以后把房价炒高以后呢 当地人原来想拿着钱做好已经存了一点钱 根据自己的收入 因为他们是当地人嘛 所以当地人的这个收入显然是要比加州过去的新移民的这些人要低的 所以呢 他在他们的生活水准来说 他们可能平常大概准备好要买一个四五十万的房子的时候 突然发现加州人来了以后 可能把这四十万的房子大概炒成六十万了 那于是他就觉得 我辛辛苦苦把投款也攒好了 把这个分期付款大概做好一个规划之后 想买房子的时候突然发现 我买不起了 又得再存几年前才可以买起 可是问题 谁知道当你再存几年前想买的时候 房价会不会再涨呢 所以这个事情呢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地方的事情 在很多城市都已经发生这样的情况 在这个澳大利亚的Sydney 雪梨在加拿大的Vancouver这些地方 不也都是有外国的移民来了以后 主要都是华人啊 华人啊 来自香港的移民在温哥华 把当地的房价炒出来 当地老百姓和居民肯定也是愤愤不平的嘛 也觉得不应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了 可是在爱德华这个Boisley这个地方呢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而且呢我们也知道 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 这些人呢他来把那个房价炒高了以后呢 他还影响整个的这一个地区的人口的 算是一种和谐吧 你比如说在爱德河的这个州呢 我基本上不务鼓励大家去 因为你搬去了以后 可以说他没有直飞任何地方的航班 你想去任何地方都得先到什么西雅图 抓个鸡啊 到什么旧金山呢 尤其是我们的华人 如果想去海外的话 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航班 是直接飞到什么台北啊 什么上海之类的 那是绝对没有的 你要在这个地方生活 你就做好准备 从早到晚吃马铃薯 你想吃各种各样的中餐 那你就放弃了吧 当然你要有那个想法的话 你可以去开一个 开中餐馆有可能 这个地方的餐饮非常的单调 再有就是他的最低薪资 现在什么15块15块 他那才 我查了一下才7块5 你知道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地方 你个外乡人 你去了以后呢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因为还不要说你把房价炒高了 你就是拿你的37万 去买他37万的房子 他也买不到了 对不对 因为被你买了那个房子 其实房价炒高这个事 根本不用去博一喜 在我们南加州 早就多少年以前 就被中国道路来的一些人炒高了 对不对 我们早就知道了 对不对 尤其是比较贵的那种房子 抢得很厉害 那种所谓学区房什么 抢得很厉害 好 那么稍等会儿 我们来看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这样的话 那么当地人呢 他们有一些什么具体的 对抗我们加州人 或者这种外乡人做法 以及从Boise到Denver 到Austin Texas 到Nashville这些地方 都会出现这样的类似的情况 欢迎据收听 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是不是可以不要伴随房价的上升 这个是很多城市 现在都在研究 想要得到的答案的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确实现在是无解 这个问题无解 刚才说了 Boise出现了可喜的经济发展的势头 高收入的工作也逐渐的越来越多 但是当地的房价开始上升 这个在当地的民众当中呢 引起了一股怨 就是怨愤的 这个愤怒的这种情绪 不满的情绪 这个根据Ratfin 这是一家全国的全国性的一个 房地产交易的这么一个平台网站吧 他们做的一个调查呢就是说 在Boise这个地方 外州来的人买房子的预算 要比当地人买房子的预算高出50% 当地人是平均是49万4 他们买房子的预算 可是外州人呢 一下子来了以后就是73万8 而且外州人到Boise的刚才说过 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加州 而且来自于加州的两大城市 旧金山和洛杉矶 所以呢你可以想象 这个从旧金山去到那儿去 一看哎呀这么大的房子 又是在水边又是 或者是风景如画的这么一个地方 又大又好又新 在旧金山他出73万 买这种房子大概只能买一个房间 但现在到了那儿 整个的房子加院子 很大的一块地都是他的了 那这个看上去哪儿都是便宜啊 所以他们这个花起钱呢 就就 预算就高了 不光是在Boise这个地方 你刚才说的那个Nashville也是啊 也是外州人到那儿去的买房的 这个预算要比当地人高50% 在德克萨斯州的首府Austin 也是外州人到那儿去买房子的价格 就是预算要比当地人高32% 在那个Denver和Phoenix分别高26%和23% 也就是说外州人跑到那些地方去 它是有原因的 基本上都是从生活费用比较昂贵 房屋比较贵的地方到那些地方去的 如果这样的话 因为现在利用这个可以远程上班 什么的 很多人他都搬到就比较偏远的地方 房价比较便宜的地方 没有什么交通堵塞的这些州去生活去了 于是产生了下面这个问题 就是房子不一定够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房地产开发商他们比较敏锐 他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以后就开始盖 而且盖很漂亮的房子 占地很大的房子 这些房子常常聚集在某一个区 比如说开发一个什么区 可是这些房子开发出来了 什么旁边的超市 各种公共设施 甚至什么医院什么的公路 未必都跟得上 这个就在 比如说当地会产生类似这样的问题 有的时候 一大片区域开发出来了 闹不好一时半会还卖不掉 或者怎么着的 这又是一个问题 反过来 那些从这些收入比较高的地方 搬到这些房价比较低的地方的人 又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自己的家乡是这个问题 就刚才说经济发展和房价能不能成异象 就是经济发展很快 但是房价低的方向 或者至少持平这个方向保持 也不是完全做不到 但是有的时候 当一个建议提出来 行不通的时候 那这个建议就像媒体一样 这个就是美国70年代开始 注意到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叫做NIMBY NIMBY是一连串的英文字的缩写 Not in my backyard 别在我的后院 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比如说 你住在一个 我们知道有一种叫独立屋 你住在这么一个区里面 漂漂亮亮的很安静 这个时候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商说 我要在你们这个区里面 某一块空地盖一些公寓 我告诉大家 这些居民打死不干 公寓 一般来说租的人 你立刻把我这个地方的房价 给降下来了 而且三家九流什么人 今天搬走了 明天搬进来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Zoning 就是市政府 它为了防止这个情况发生 它有一个划分的区 就是此处不可盖公寓 你跟我在Sain Marino 我们南沙造成 你给我盖一个公寓看看 对不对 这样怎么样 因为公寓是给收入比较低的人住的 我这地方 怎么能让收入比较低的人住呢 于是就产生另一个矛盾 就是你是一个收入高的人的话 基本上来说呢 你不可能自己做一些事情 你即使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贵的餐厅 你还得有洗碗的人 你即使是你住在很贵的房子里 你还得有人帮你打扫啊 什么你自己出草 对不对 有可能吗 你那么大的院子 然后这么几百万的房子 你自己的汗流加倍 但是出草 不可能 你还得有人给你出草 打扫房子 看海市等等这些 于是呢 就产生这个问题 就那些人住在哪啊 还不光是餐厅里的洗碗的 和出草 大量的维持这个社会 能够正常运作的 那个底层的那些人住在哪啊 对不对 所以旧金山哪什么 都有这些问题 就都有不团 不停的有政客出来呼吁 叫做不能在我的后院 年比这个运动 得要重新思考 在这儿 大家都知道 不在我的后院的运动 什么大麻 有一个地方 什么出售大麻 或者经营大麻 不行不行 对不对 居民站出来反抗 这儿有一个地方 要收容一些 无家可贵的 不行不行 然后举着牌子上街了 那还 最后还是这个问题 这儿不行 那儿不行 那这无家可贵的人 到哪儿去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 其实以前我们在今天话题当中多次探讨过 包括纽约啊什么的 都有这个问题 洛杉矶情况就更严重一些 因为无家可归的人情越来越多 已经到了已经失控 我看就是失控的这个状态了 你到你现在再去那个 Downtown你去看一看 你开车 不要下来 你在高速公路上都可以看到 一排一排的那个塑料的小棚子 下面都是住着住着一个一个的人 这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实际上刚才所说的这个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州 每一个城市 都是有不同的收入的人 这个经济的不平等呢 收入的不平等呢 它是现实客观存在的 这实际上是生活在两个社会的人 一个生活在 可以住San Marino 可以住这个北华林山庄的人 另外一部分呢 靠着最低的薪资 他们只能住比较差的这种公寓 可是问题在一个大的城市当中 他的生活和工作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在那个高科技的大楼里边 上班的都是这些高薪的人 可是打扫卫生的人呢 给他们提供餐饮的人呢 这些人都是拿着最低薪资的人呢 所以这些人也要生活 他也要住 他也要有住的地方啊 所以在城市当中呢 这两种收入不同的人 一高一低的人呢 他交织在一起了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城市 给它区分开来啊 这个高尚区就是 不能让那些人住到 我这个高尚区的 于是现在就产生 这样的一个矛盾了 其实更麻烦的是 刚才所说的这个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的人 现在当一个城市 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房价被炒高的时候呢 无家可归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根据一个又一个的城市的报告和研究 人们就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 当房价和房租上涨到一定的程度 当租房子的人 他们把自己的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用来付房租的时候 实际上这些人一只脚 已经踏进了那个 无家可归的行列当中了 也就是说他一旦失去工作 一旦生一个病或者是 收入一下子锐减的时候 工作时间一下子减少的时候 他付不出房租的那天 就等于是住到街上去了 是三分之一 这是一个指标 一定要判断一下 就是你的收入 大概有多少是 不管是房贷也好 还是房租也好 是吧 是付在这个东西上了 基本上经济学家告诉我们 超过三分之一你有问题 你可能要重新评估一下 比如说说的直白一点 你是不是得搬到一个 更便宜一点的地方去 对不对 没办法 除非你有百分百的一个自信 就是你这份收入是能够跟随着你的 对不对 否则的话 但是这个东西在美国真的很难说 对不对 这应该说是任何一个人都很难说 2018年的时候 Minneapolis 这是美国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城市 它首次废除了所谓的独立屋区划分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地方圈起来 这个地方只能盖独立屋 不能盖公寓 现在城市把这个废除了 就可以盖公寓在你这 这是20世纪的2018年 21世纪了 2018年 居然这是全美国第一个这样的城市 做这个的城市 你想想美国有多少的城市 所以这个事情非常严重 当然后来从2018年以后 美国其他的城市也效仿 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体会 就是说居民的反抗 那是确确实实的 对 因为影响到他们自己的房价了 对 这肯定是要反对的 这个东西是非常的艰辛的道路 但不过你就当去闻听吧 今天我们就告诉你 作为加州人 我们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 是极度不受欢迎的